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由于首发阵容确实给不了乔丹普尔 毕竟你如果让他去打首发 那么克莱汤普森和其他人或许会不高兴 因此乔丹普尔对于自己打替补角色非常的不满意 并且他在球队内部海拉帮杰派企图抢夺库里的球权 他甚至公开表示勇士队有两派 库里是老将当中的领袖 自己则是年轻一辈的领袖 而且他还在训练当中公开顶撞主教练史蒂夫科尔 他甚至在比赛中也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让教练组的很多人都对他不满意 这才是乔丹普尔被球队交易到奇才队的真实原因 其实在面对胡忍的西部半决赛当中就可以看出很多端倪 当时乔丹普尔在替补席上公开和助力教练毛发争吵 并且在一次暂停期间还直接一把就推开了准备和自己机长的追梦格林 在进入休赛期以后 勇士跟去年一样 他们的替补席再次迎来了大洗牌 夺冠攻城蒂夫尔被交易 迪温秦佐被交易 稳定轮转球员的离开 让勇士管理层倍感压力 跟夺冠大年一样 放走核心球员的关键还是球队那超高的薪资 据了解 勇士的薪资即将超过4亿 这将会是MBA历史上第一支薪资过4亿的球队 损失惨重 勇士重新规划 即便放走迪温秦佐 杰罗姆对于勇士而然损失是惨重的 但薪资空间的限制 让他们不得不舍弃他们 但真正的强队 他们的调整能力也是极佳的 凭借助勇士体系的吸引力 约瑟夫和萨里奇也是慕名而来 与勇士签下了合约 在下个赛季 勇士也是重新做出了规划 保罗和约瑟夫的出现 可能会让金州勇士迅速成为 一支失误数最少的球队 22到23赛季中 勇士14.1%的失误率 排在了全联盟第三 而约瑟夫作为马次出来的球员 他的特点就是横门 他在场上不会乱来 而且还有助不错的三分球能力 他与保罗在替补席的搭配 也是勇士新赛季的一大亮点 格林笑谈普尔 普尔被勇士交易之后 被看作是格林的取胜 但从球队的角度来讲 交易普尔实属下策 本来已经确定的未来 剑队核心说交易就交易 不得不说 这小邓利维也是狠 据了解 球队交易普尔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格林 最主要原因是 科尔收购了普尔 在上场散办的职业态度 作为勇士未来的接班人 现在才第四年 就敢叫板库里叫板主教练 普尔被交易也是情理之中了 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 CJ.福尔摩斯 报道中提到了 德雷蒙德格林 在自己最新一期节目里 是如何谈论乔丹普尔的 格林表示 说实话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孩子 此前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企图得到他的谅解 不论是私底下的交谈还是吃饭 我都想去缓解我俩的关系 但我们之间一直都放不下某些东西 虽然 球队选择了交易他 但在我的角度看来 可以说是我亲手终结了他在勇士的职业生涯 让他从联盟里最有魅力的球队 去到了重建之中的奇才队 我觉得他的心可能已经死了 但我从心里为他感到难过 过去我见证住他的成长 我们有过很多言语上的摩擦 我希望我们都能忘记过去 专注于球场之上 我希望能在更高的舞台上看见他 从格林的言语上来看 他用自嘲的方式说出了自己 终结了普尔的勇士生涯 但他似乎已经是缓了 同时他也希望普尔能够放下过去 重新出发 水花茶虽然已经不存在了 但水花健在 尽管球队下赛季争贯的难度依旧很大 但面对这样一支有助出色冠军底蕴的球队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敢掉以轻心 希望勇士能在下赛季闪光吧 勇士大量收集保罗受伤数据 第十四人该牵谁 对计提到雷霆36岁老假 北京时间7月12日 勇士跟队名记Anthony Slater 报道了球队的近况 伊利克在莱布里尼为首的训练团队 已经收集了保罗的大量受伤数据 力争找到管理他工作量的最佳方法 另外勇士仍有两个常规阵容名落空缺 Slater表示勇士大概率只会使用其中一个 至于第十四人该牵谁 他提到了刚被交易到雷霆的36岁老将吴迪 盖伊 关于保罗首发还是替补 目前并没有定论 比起这个问题 勇士更担心的是保罗的伤病隐患 过去两个赛季 保罗场均出场时间分别是33分钟和32分钟 在勇士看来这样的出场时间已经是很高的水准 Slater表示保罗就算首发也只会短暂出场 然后在库里休息时回到场上来指挥阵容 Slater还报道称 保罗本周已经在拉斯维加斯会见了勇士的训练师里克 塞莱布里尼 他是勇士医疗的最终决策者 塞莱布里尼的团队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保罗软组织受伤的历史数据 全部都在左侧 他们的目的是找到管理他的工作量的最佳方法 以确保他在勇士能长期保持健康 特别是季后赛期间的健康 不过 保罗愿意接受附和管理吗 勇士总经理邓丽维回应道 你可以去问问保罗 我不确定这就是他想做的事 另外关于第十四人的签约人选 斯雷特报道称 管理层并不急于在未来几天填补这一空缺 他们进入自由球员市场为了解决两个需求 一个是额外的后场老价 一个能传能投的可靠前场 他们引进约瑟夫和萨里奇 满足了需求 接下来他们会耐心观望 看看第十四人要牵水 斯雷特提到了一个人选 盖伊德到期合同是650万美元 36岁的他不符合雷霆的时间表 应该会最终被雷霆裁掉 勇士过去对盖伊感兴趣 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目标 上赛季 盖伊场均5.2分2.9篮板一助攻 勇士此前曾想换来火箭的小马丁 但最终火箭把他送往快船 此外 盖诺内斯在下连表现出色 他是受限制的自由球员 勇士已经提供双向合同的资质保驾 会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勇士的19号秀波杰姆斯基 在下连的传球表现不错 之前还曾单场送出十次助攻 但他的运动能力和投射遭到质疑 斯里特表示 勃杰姆斯基预计不会在新秀赛季初期进入轮换 他有可能前往发展联盟历练 另一位次轮秀杰克逊 戴维斯此前受到伤病困扰 没有登场 他预计最早可以在周四对独行下的下连中付出 拿下萨里奇之后 勇士队当下已经有13份保障合同 也仅有三个双向名额可以使用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勇士队的薪资合计已经到达2.07亿美元 奢侈税可能会到达1.89亿美元 累计起来就是3.96亿美元 为了能够让球队更加顺利地征战新赛季 勇士队会再签下几个双向球员 如此一来 球队的总支出将会到达4亿美元 这将会让勇士成为NBA历史上第一支单赛季支出4亿美元的球队 与此同时 这个数据也在联盟排名第一 这也意味着无论勇士队在新赛季是否夺取总冠军 也将会在总薪资上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这就是球队管理层队与夺取总冠军的强大愿望和野心 也是对水花兄弟和格林核心架构的支持了 不过这对双方来说 也是一次相互成就的过程 毕竟格林为了球队愿意放弃本赛季的年薪 重新签下一份年薪更低的长约合同 当然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 克莱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会和格林一样 接受一份匠心长约合同 三驾马车中老勇士是大概率时间了 新任总经理邓立维的到来 对于勇士队在新赛季的征程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将普尔送走 这样的操作彻底消除了更衣式的矛盾 在新老一代的夺权中选择支持以库里为首的核心冠军班底 其次换来保罗这样的经验丰富空位 弥补了勇士队在闲阶段组织能力不足的短板 除库里之外终于有另外一位能够持球侧动发动进攻的后卫 最后引进萨里奇这样的空间形内线 让勇士队终于在体型和高度上有人可用 之后极可能还会牵下比勇博这样的传统内线 彻底弥补进去实力不足的弱点 不过仅此而已 想要夺取总冠军还是难度巨大 或许这样说 勇士队与总冠军也是渐行渐远了 为何这样说呢 当下联盟朱强崛起纷纷 可勇士队的阵容已经慢慢老化 在年轻一代上却嫌有人能够站出来接过大棋 顾明家和穆迪这两位封线的成长率显过慢 勇士队对于年轻球员的培养并不太成功 想要寄希望于他们还是难度巨大 可能你会说 昔日的马次队GDP组合虽然也年迈 但还是在2013年 2014年两年能够打进总决赛 并且拿到一座总冠军 但你要知道 那时候的伦纳德和丹尼 格林已经具备了首发的能力 这是当下穆迪和库明家所不及的地方 因此 勇士队想要复制马次队的奇迹 那就得期待穆迪和库明家在新赛季 能够打出稳定的攻防表现 如此 水花兄弟才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援 勇士冲击总冠军才有新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